16岁 16岁我就一直在学习 我觉得16岁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踏实的年龄 虽然累 但是安稳 可能高考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唯一选择了 就要做很多很多的选择 就很迷茫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这个聚光灯下 可能要开拍了我脑袋里想的是我 我是谁 我为什么站在这里 如果我不站在这里我要干什么 它会给人带来那种不真实感 巨大的不真实感 然后又会更加的渴望去找到真实的东西 你通过时间你才知道什么是泡沫 什么是图有虚表 人在泡沫里或者在巨大的情绪里的时候 是感知不到实质上的东西是什么的 只有时间才能把它们剥离掉 才让人回到说 我到底是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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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